大丈夫啦 有那希塔在 我相信都能解決的啦 それともう一つ 然後還有一件事 教練對我做一切以及他們以智慧之名所做的一切瑜行 我可以以神明的名義好好報復他們 他要報復他們喔 喔 他生氣了喔 連派摩都說 哇 よし 那希塔終於不再認得欺負的那希塔啦 可喜可賀 要做好神明之前要先做好自己 就像如果做不好毛毛蟲 該怎麼做好蝴蝶呢 這是只有你自己才能領悟的知識呢 說起來 不知道教練越的造神計畫 進展到了什麼程度了 とにかく 我們也要把握時間行動 早く努力阻止那個尾神的誕生 那個尾神就是閃病 我現在要做一些準備工作 從禁錄中出來以後 現在的我可以直接與虛空核心建立聯繫 並進行操作了 馬子 要先解決掉 博士在虛空中對我的封鎖措施 然後再進行調整 取消對賢者們的權限 讓虛空回到僅由神明操作的最初狀態 畢竟 教練越辜負大慈素王的性能 可能需要時間 正在期間裡面做一些準備吧 如果沒來得及組織造神計畫 想必將會面對一場很艱難的戰鬥 好了 準備進入囉 等到六四點嘛 去找納西塔 OK 等到下午四點是不是 下午四點 快到了 不到一個小時 往前走一下 到了 在裡面 來了來了 行天啊 多達 娜依達 需要操作的部分都已經完成囉 畢竟這是第一次 阿卡西亞操作阿卡西亞 但是阿卡西亞內部的構造和操作流程 對我來說都非常好理解 大慈素王的設計真是巧妙 這什麼 新的耶 這個不是那個蘭納羅 這新的耶 喔 可是跟派蒙一樣 他送給我們這個 他代替鳥阿不會吧 這有點大隻耶 第一次看到這個動物 他是什麼動物阿 他抽空吃到的小東西 升級版的虛空終端喔 蠻可愛的耶 一隻眼睛 那個下面那個缺口 好像他的小嘴巴喔 讓我想到 我們上次玩那個什麼 貓的那個 那什麼貓 浪貓 旁邊那一隻 哈哈哈哈 機器人 對啊 旁邊那一隻機器 浪貓 我們破關了 浪貓蠻好玩的 幾百塊就可以買得到 電腦遊戲啊 浪貓 那是也是一個解謎題的啦 那是其實蠻好玩的 這個東西和我的屬性重疊了 你看 派萌生氣了啦 這個東西和我的屬性重疊了啦 對阿 我剛才覺得他是另外一種派萌 但是派萌吃醋囉 這個東西和我的屬性重疊了 很像阿 都是漂浮者 客戶很小 連那個漂浮的節奏都像派萌 有像耶 我的特點要被搶走了 以後在旅行者身邊 人們會記不住我 我再也不是獨一無二的那個了 你是真的傷心了嗎 欸 兩個漂都很像阿 哈哈哈哈 沒關係 他取代不鳥你的派萌 他只是飛行套具 可是你是旅行者 不可替代替替代的朋友啊 阿咦 阿咦 好會安慰人喔 要使你這麼聰明就好了 呃 阿咯 我正在講我認為的事實 不是安慰你 阿咦 阿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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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慰人的天才嗎 你這樣說我好像更開心了 阿咪 還有一件事我必須要承認喔 結果如此 我現在在使用自己做為神明的身體 可是在陣透方面 他不是在上場 因為我不是主席 哈哈哈 他戰鬥不擅長喔 他是依靠民眾的信仰來獲得力量 所以我兵不像大聲那般受人愛戴 如果迫不得已要戰鬥的話 要麻煩 女主我會全力輔助你 所以他是輔助角色喔 他都自己講 這是他擅長的範疇 他不是主席喔 那是他 喔 智慧之神不上的戰鬥嗎 對啊智慧之神不上的戰鬥 屬性 OK 弄其微神的所在地喔